大黑 你怎麼叫我換這件衣服 我告訴格格厲害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的T-Shirt寫了什麼 TGS就是台北國際電玩展 我們今天要讓格格來體驗一下 2021年電玩展的導覽員 什麼電玩展導覽員 這是我夢寐以前的工作耶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 格格趕快帶大家看看有什麼遊戲大作吧 趕快走來走來走 哇 生理姐耶 在遊戲業大家都認識生理姐 尤其是TGS生理姐 基本上就是相關活動 都是由他這邊來做總策劃囉 那 生理姐 你今天要帶我實習當導覽員之外 可以先介紹一下這次GGS的展覽內容嗎 OK 好 你今天是要來當導覽員是嗎 對啦 好 等一下要講的是 來 拿筆記啊 做筆記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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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台北根秀的第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展覽時間是從1月28號到31號 每天上午的9點到下午的5點 我們在台北南港展覽衣館 那呢 今年的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 這個展覽是一個全新型態的展出 我們會以虛實同步的方式來進行 因為台北根秀是2021年全球第一個 以線上和實體同步展出遊戲展覽會 今天玩家呢可以揪了你的三五個好友呢 一起來到台北電玩家 因為在現場可以看到 超過百位的遊戲可以體驗試玩 而且我們現場有超過百位的 這個YouTube的創作者和KO 大家一起來能樂 當然你可以跟你的朋友 也一起來觀賞這個精彩的戰時活動 第三個呢 就是今年呢 是這個防疫的安全年 所以所有來場的玩家呢 今年的屋地一定要配合我們 要能夠量測體溫 然後配戴口罩 而且和保持安全的距離 對啦 社交距離 因為我們大家要能夠防疫入場 安心逛展 讓大家能夠開心的玩遊戲 能夠健康又快樂 好 小奧哥哥呢 就要準備上工囉 看一下能不能通過這一次 導覽員的 試試 OK 那就看下去囉 好 小奧哥哥現在來到 遊戲新幹線 欸 遊戲新幹線的遊戲 大家都可以知道 現在強大的決定就是 三國群英M了 那我們真有 小關哥 要介紹一下我們這次的遊戲囉 沒錯 那我們三國群英M的主打 就是萬人國戰 我們可以經營自己的角色 養成來吃王打寶 然後國戰殺人 大家一起攻城這個樂趣 因為你想要打贏別人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自己要變強嘛 沒錯啊 你自己變強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等級 所以它有一些自動的相分設定 可以讓你打怪起來更加順暢 所以上班的時候就可以放在旁邊 嘿嘿嘿嘿 不好說 不好說 那再來小關哥我想問一下 那這一次TGS喔 你們在現場的話 針對三國群英M 有什麼樣的系列活動 電玩展呢 適逢我們這個 上次週年 還有我們的農曆春節的部分 所以我們為了討得食節 我們有一整個系列的回饋大活動 那我們在現場呢 也會有這個群英客棧的大型擺放 讓所有的玩家到我們這邊 都有鬼娘家的一個感覺在 懂吧 記得來我們遊戲新幹線的攤位喔 現在來到農村網路 我們少女前線現在是四周年了 這次在TGS 有什麼相當的活動呢 那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有推出很多虛寶 那這個虛寶呢 我們有做出實體 實體的話在這裡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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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虛寶都可以看到實體了 對 這是第一次付出 那如果希望大家可以到時候 在場上可以一起穿來 可以一起玩喔 另外它好像還有什麼其他的遊戲咧 另外呢我們也有明日方舟的活動 也可以一起到場上一起玩喔 我們也有邀請很多的COSER一起到場上 明日方舟我有試玩過 好玩耶 大家就來農村網路找我們小編 一起來玩一下囉 方女前線第中年 嗯 歡迎來玩末日與揮 好我剛剛有沒有看到 還原度超高的 而且再加上整個遊戲的畫面 超級限力的 不準說末日與揮很厲害的 那這款遊戲的內容大概是什麼呢 其實這款遊戲呢 是我們開放世界的槍擊星座 然後它其實主要的那個世界觀呢 它我們是首創就是 末日廢徒系列這樣子 對 那這次要內集 除了這款遊戲之外 還有什麼遊戲跟活動在DGS 其實我們這一次呢 就是劍遠征啊 然後還有萬國覺醒都有參賽這樣子 對 那我們這一次的活動是 我們這一次呢 末日與揮算是我們 全球首創開放試玩的第一站 真的啊 對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直接來體驗 而且我們其實針對就是 試玩的活動呢 都會有豐富的好禮送給大家 哦 大家可以到的攤位去看小編之外呢 更重要 你看這個桌子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一定要來我們TGS 澳瑞集的攤位 來玩一下末日與揮囉 一定要來玩囉 嗯 大集大力 今晚是今 好 我現在來到熱鬱科技的 當然就是PUBG囉 那想要問一下你們 可能這一次PUBG在TGS 要給玩家們什麼樣的一些驚奇呢 這次我們又準備一個非常巨大 最非常代表性的一個標誌物 也就是我們三級虧 然後呢 我們在展覽的時候呢 也會送給一些玩家周邊商品 只要玩家到我們展上 就可以參加活動 嗯 所以囉 玩家趕快過來 吃雞囉 哇 我們現在在品玩棒 欸 那我們這次品玩棒在TGS 有什麼遊戲跟活動 可以跟我們介紹呢 我們 我們這次品玩棒有展出 就是必然航線 所以大家可以到必然航線的攤位 我們攤位上面會有KOL 就是我們的懶貓會出席我們這次的攤位活動 而且我們還有賣很多 就是現在台灣可能很難買到的周邊 而且大家可以 玩家可以到我們攤位上面很多小活動 就可以免費拿到非常多的贈品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還有就是帶米虎油的攤位 是有圓神跟崩壞山 那圓神的攤位呢 一樣我們有很多的 譬如說進入闖關遊戲啊 你就可以拿到免費的周邊 那崩壞山的部分呢 這個 活動可就多了 崩壞山阿滴真的是非常好 小豪哥哥真的不小心 一玩就玩了兩三個小時欸 你才玩兩三個小時 你好意思 我們今天有請到一個資深的玩家 可以為他來介紹 那崩壞山阿滴你玩了多久 我從他台服上市的時候 就一直玩到現在 我覺得對我來講 他最吸引我的 當然就是他的女武生們 真的都非常的精美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的PV阿 甚至這邊的這個 我們的例會 所以我身上的裝備看起來都很精美 所以就是吸引我的第一個點 然後再來就是他其實 他操作的打擊感還蠻有趣的 對沒錯 變化很多 那這一次你們崩壞山在現場 有什麼樣的一些活動 其實我們這一次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剛好適合我們4.5的改版 這改版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它是跟EVA聯動 就哇 我們的明日香 而且我們還推出了明日香 對啊 然後我們在現場攤位呢 除了就是有這個版本的 連動的設置之外 整個攤位的佈置 都非常有我們EVA的特色 就是不管是崩壞山的玩家 或者是EVA喜歡的粉絲 都可以趕快來嘲笑 所以大家到現場可以找蕾拉 OK 要來找蕾拉拍照囉 Selly姐我剛剛這樣導覽OK嗎 還行還行 所以你做好準備要當我們的導覽員了嗎 當然喔 好 那個大黑不好意思 那個箱子拿給他 是什麼 小浩哥哥 來還有那個袋子 對 導覽員要這樣嗎 服務台 服務台是基本的 基本的 拿去 想當TGS工作人員還想混 好今天就是小浩哥哥的二度就業 TGS現場的展覽導覽員 應該是算成功了 所以後面電玩展的期間 大家有可能在現場看到小浩哥哥 後續的話想要再知道 小浩哥哥要做什麼 什麼相關的二度就業的影片內容呢 那麻煩就請關注我的粉專 以及我們的頻道囉 OK 掰不 快一看 ods